大家好,我是梁教練 半夜三四點失眠? 今天梁教練分享一個簡單的月圍按摩手法 幫助大家解決失眠的根本問題 大家在收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以後有最新的教學資訊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做會員 支持我的教學工作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了 解釀你每一天,半夜都會紮醒 可能是身體發出的警號 不同時段失眠,反映著不同的身體毛病 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 半夜三四點紮醒難眠的原因 以及如何透過月圍按摩 抒解相關的問題 減少半夜紮醒的煩惱,提升睡眠的質素 深夜三至五點 是肺部收護和肺經排毒的時間 經常在這段時間醒來 代表肺經有倒失 還以認為是肺部火氣過往 肺氣不足,肺熱等症狀造成 今天,梁教練教大家幾個月位按摩的方法 幫助大家通通肺經緩解失眠的問題 首先,我們會指押手太陰肺經 手臂的內側至大拇指 是手太陰肺經之處 當中,在我們手肘接行之上的 有一個穴位叫赤窄穴 另外,在手腕橫紋對上 有一個穴位叫裂缺穴 我們會在這兩個穴位之間做按摩 首先,我們手握拳頭 在這兩個穴位之間 用第二指節的位置 來回輪壓的手法做按摩 這個動作可以刺激肺經上的穴位 由手腕至手肘的位置 來回按摩十次 穴位有所堵塞的人士 應該會感覺到有酸麻的感覺 按摩十次 換另一邊 同樣地,我們會按摩手臂內側的 手太陰肺經 我們手握拳頭 同樣用第二指節的位置 來回輪壓的手法做按摩 以刺激肺經上的穴位 我們每天都按摩一下 可以暢通肺經的堵塞點 我們來回家 來回家 接下来我们会拍拍刺激穴位 今次我们手握空心拳 在肺经上面轻力拍打 以刺激相关的穴位 我们来回拍打十次左右 拍打的力度应该以舒服为主 避免因为过度用力而拍出穴青 换另一边 同样地我们手握空心拳 在肺经上面轻力拍打 在肺经上面轻力拍打 第三个动作指按穴制穴 我们摊开手掌 掌心靠近戴帽子 肌肉龙起的地方叫做戴穴制 而在帽子根部和手腕连线的中间点 就是穴制穴了 我们会用食指第二指折 指押按摩这个穴位 约30秒左右 刺激穴制穴 除了有助清肺烧火 亦都可以增强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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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功能 约30秒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接下来我们会搓搓鱼制穴 用两手互相搓油的方法 亦都可以刺激穴位 将整块大穴制初红初热 亦都能够暂时缓解脾胃虚寒的症状 除了初油 我们还可以拍拍穴制穴 最后拍拍两手掌大穴制的位置 约100次 这套按摩手法简单由易做 在早晚或看电视时 做下都可以 完成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以后有最新的教学资讯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也都欢迎大家加入我的频道做会员 支持我的教学工作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